台北市長選戰越來越熱 選戰進入最後倒數階段 親民黨跟柯文哲陣營互動頻繁 但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還沒有公開表態 要支持誰 宋楚瑜強調這一次不會捲入到台北市長選舉 也強調連勝文跟柯文哲要贏得的 不是親民黨和自己的支持 而是用政策讓更多中間選民認同 胡黨及台北市長參選 柯文哲第一次幫親民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站台 因為時間錯開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兩人一起以後抵達 但特地來站台 在台上卻不見柯文哲和親民黨市議員參選人何啟勝 共同造勢的身影 只有柯文哲一人站在台上 有那麼多的人要照顧 難免有疏漏的地方 如果有禮貌不周的 還要多挺海涵呢 連勝文 動散 連勝文 動散 原來何啟勝同時邀請柯文哲和連勝文 不過連勝文突然取消 但柯文哲前腳才剛走 現場又高呼連勝文動算 在這一次的台北市長選戰當中 親民黨和柯文哲陣營互動頻繁 親民黨到底支持誰 宋楚瑜到現在都還沒有公開表態 宋楚瑜說 這次不會捲入台北市長選舉 不要講幫不幫 就是說我不捲入到這裡面去 我們希望他們兩位真正不是要贏得我們親民黨 或者是我個人的支持 他們應該用他們的政策和說明 來贏得更多的中間選民 和這些許許多多台北市民的認同 宋楚瑜不願表態 但將炮口對準國民黨 痛疲國民黨與財團掛鉤 要求支持者對不做事的人投下不信任票 選戰進入倒數最後關鍵時刻 宋楚瑜最後決定要支持誰 依然不肯表態也為台北市長選戰增廳變數 記者離信彭耀祖台北報導 Print Now 你們借宰 桵